关注国际资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13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9年全球43%的学校缺少基本洗手设施 近两成的学校只有有限的洗手设施 四分之一完全没有洗手设施 8.18亿儿童被置于新冠肺炎 和其他传染病的危险之中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 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约为2.95亿 报告还显示 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学校缺少饮用水设施 近四成学校缺少厕所等卫生设施 学校设施存在地区严重不均衡现象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校在洗手 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均达到全覆盖 欧洲和北美地区基本达到全覆盖 而在大洋洲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地区 仅17%的学校有基本洗手设施 不到一半的学校有基本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 70%的学校缺少基本洗手设施 一半学校缺少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官方APP P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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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